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宫廷密室,我是月鑫 凯特风光大驾的时候,王室对他展现出善意和尊重 但是暗地里还是有一些龌龊 比如威廉的名流朋友圈们 直言凯特的母亲是手动的飞机舱门 因为她当过空姐 比如高贵的伊丽莎白女王 听到凯特家族的人说了一句,很高兴见到您 她觉得这太不礼貌了 平民王妃在英国王室并不多见 更不用说凯特是会成为王妃的纯正平民王妃 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一言一行受到更多的挑剔和关注 喜欢她的人觉得她和她的家族给人的感觉随和又舒服 不喜欢她的人觉得她和她的家族一家子都是小家子气的平民 言行举止都没有贵族气息 可是转眼间凯特已经在王室里面混了十年 在这个处处透露出等级尊卑的世界里面 她非常淡定地生活着 而且还练出了一颗七窍玲珑心,百毒不侵 让四面楚歌的王室都对她温柔以待 而且在这些年的时间里 她成功地得到了女王的认可 哪怕女王不太认可她的家族 对她还是十分地慷慨 在王室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首饰 这些首饰目前都属于女王 由她决定使用权和出戒权 谁都向往这些漂亮的首饰 谁都希望用珠光宝器装饰自己的礼帽和衣领 但是只有王室成员才有资格借这些首饰 在王室的各种活动和典礼上进行佩戴 女王身边最亲近的就是卡米拉、梅根、凯特 卡米拉已经不用说了 她嫁给王室的时候还是丑闻缠身的 女王可能不讨厌她 但也不会给她太高的待遇 梅根一直是一个非常自由散漫的人 在英国王室里面搅起了一番腥风血雨 而且她也远走美国 女王才不会借珠宝给她出风头 综合来看 只有贤良舒德、甜美温柔的凯特王妃 能够担当得起王室形象代言人 女王完全是独宠她一人 大家经常都可以看到凯特坐在女王身边 一起外出参加各种访问 戴妃都很少被女王这样亲近 这十年来 凯特身上的衣服都很平价 她也因此为平民提供了时尚的良机 用逗逗鞋和各种时尚当品 选取了一阵英文复古时尚风 她很爱慈善 最先于公益 能够把大量的钱投进慈善事业 比起爱作秀的梅根来说 她确实要好很多 当然女王宠爱凯特 还有很关键的一点 就是凯特是威廉之妻 有一句古话叫爱乌吉乌 女王爱孙子威廉 当然自然而然的就会喜欢 并偏心凯特 她会用各种方式 将凯特打造成更为合格的王后 凯特确实有一颗七峭玲珑心 这让她永远都能够左右逢源 八面玲珑 各种意义上的受人喜爱 她跟大安娜很类似 但是情商又比大安娜还要高很多 每次出席活动的时候 路上遇到可爱的孩子 她会善解人意的把身体向前倾斜 争取跟孩子到同一个角度 然后再跟孩子们一起亲切的交谈 每次和女王见面时 她会用一个屈膝礼展现自己的礼节 而且还会跟女王之间 有恰到好处的眼神 接触以及微笑 双方看着都十分轻松 凯特能用自己的能力 让跟她相处的人都感到十分愉快 凯特的确是足够优秀 她见王室十年时间 站自一丝不苟 打扮符合现在的时尚潮流 笑容甜美端庄 越来越完美 出席国事访问时 她更是做得无可挑剔 很好的旅行了 作为一个王妃的职责 更重要的是 她给了威廉最珍贵的陪伴和爱情 给了威廉小天使一般的儿女 又能够很好的把这些儿女抚养长大 让阳光时刻充盈在这个家庭 也因此受到了女王的独宠 女王宠爱凯特的方式有很多 其中一种方式呢 就是借给她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 在借首饰这方面 女王一直很吝啬 曾被人称为铁公鸡 但是经不住凯特实在是讨人喜欢呀 女王曾经送给凯特一顶王冠 这顶王冠一看就价值不菲 它叫做珍珠类 以前戴安娜经常戴着这顶王冠 穿着一身白色纱裙 看着像是仙气飘飘的公主一样 而凯特后来戴上这顶王冠以后 也让很多人都惊呆了 她看着像是迪士尼走出的 仙杜瑞拉公主 仙杜瑞拉公主呢 也是穿的一身蓝裙子 缘分实在是妙不可言 这一款珍珠类曾是女王祖母送给她的陪嫁礼物 精雕细琢 美得如此软装 G7峰会领导人招待会上 凯特穿着一身白色西装外套 外套乍一看 平平无奇 没什么新颖度 但是她手上的珍珠项链 却很起到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 放大来看呢 可以看出是经典的三层珍珠项链 以前达安娜曾经戴过 后来就被送给了凯特 另外呢 还有一座莲花形状的王冠 临刺制笔的钻石 镶嵌在莲花宝座一样的轮廓上 看着特别美 而且隐约透露出一种 飘然的古朴意味 凯特这一身衣服 搭配着红裙子穿 显得特别贵气 拥有一颗七窍玲珑仙的凯特 把自己的王室时光 过成了一首珠光宝气的胜利之歌 谁不为她心悦臣服呢 接下来是威廉和哈利 因为对人生的规划不同 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鲜少共同露面 在哈利推出王室前的最后一场活动上 威廉对哈利冷眼相看 比对待陌生人还要冷漠 两兄弟的感情也就此破裂 哈利退出王室以后 不少赤瓜群众都盼望着两兄弟 有一天能够修复彼此的关系 重回以前的美好时光 毕竟这两兄弟是全英国人民 从小看到长大的 小时候的两兄弟感情很好 惹人疼爱 而如今却走到了这样的一个境地 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可是虽然民众都希望 两人能够增进沟通 互相理解 但是威廉和哈利目前的生活重心 似乎都不在修复兄弟关系上 两人对此既没有意愿 也没有规划 或许两兄弟就此将会渐行渐远了 王室专家 Scorpfield女士就表示 我不相信威廉和哈利 在短期内会和好入出 他们两人处在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 威廉王子忙于王室公务 而哈利王子正忙着赚钱 Scorpfield女士说的没有错 虽然威廉和哈利是亲兄弟 但是从出生起 威廉和哈利就走上了 注定不一样的道路 而在哈利离开王室后 两人的人生道路也离得越来越远 威廉是王室的长子 以后将要接过君主的重任 现在的王室中 英女王和查尔斯都年事已高 许多责任都落在了 威廉和凯特的身上 威廉自然承担起王室的许多工作 同时时代在变化 威廉还要努力地将王室塑造成 与时俱进的样子 从而获得如今的民众的支持与喜爱 最近威廉王子的社交平台上 关注的是欧洲杯和奥运会 以及自然环保问题 他和凯特试图从多种角度 来塑造英国王室与时俱进 关心民众的形象 威廉王子很忙 忙得无暇顾及 如何和一个李家出走的弟弟修复关系 而另一边 哈利也没有闲着 离开了王室的他需要自力更生 而且还有两个孩子需要抚养 哈利没跟住在千万豪宅中 不知是否有还贷需要还 总而言之啊 在美国的生活也不容易 哈利必须竭尽所能 趁着自己还有关注度的时候进行变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利需要不断的接受采访 上电视 爆出王室黑料 甚至还打算着出书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收获热度 如果没有了热度 哈利和梅根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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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